从三仙台方向走入白首莲部落 看到小茅草屋飘着烟雾 正是林昌福夫妻的烤鱼区 飞鱼季过后秋冬季节 这对夫妻会收购油脂正丰厚的嘴尖鱼来烤 经过切片 盐巴腌制好的鱼 放到烤架上 用慢火烤一天 然后再放到阳光夏日晒 让烤鱼更干 有弹性 有色泽 除了烤鱼外 还会制作烟咸鱼 先将青岭鱼买回来后 以鱼的大小用四比一的盐取腥味 第二阶段再装入瓶罐 腌上一段时间后就可以使用 烟咸鱼主要以青岭鱼和安娜豆 也就是俗称的炸蛋鱼为主 长年坚持用阿美族传统的做法 临长福夫妻烤鱼加工瓶已经传出口碑 总是被餐厅业者或是爱好者订购 烟鱼瓶更是受人喜爱 记者法务台东成功采访报导